大家好 我每一次看這支廣告我自己都會哭 可是當然不是因為我自己演技太好而哭 是最後那個小孩說的那句話 媽媽妳喜歡我嗎 這句話一出來就算是太有張力了 可是妳知道嗎現在人壓力都很大 小孩子妳剛聽到那裡面媽媽在罵的聲音 他罵的聲音 其實 他罵的他生氣 其實爸爸媽媽會罵小孩的台詞都大同小異 我也一樣 就是會說怎麼那麼沒用快一點啦怎麼那麼笨 快誰功課還不誰功課什麼 浪費我的時間妳浪費我的生命 對 氣死我了 其實罵什麼已經不重要了 而是妳的語調已經讓妳的小孩受傷了 因為其實在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我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絕對不要搭我的小孩 我要讓他在愛中長大 然後第一胎的時候我執行的非常好 甚至有的時候我老公會也說 不可以摸那個電線頭 然後過去拍他手掌 我都會說妳幹嘛使用保理 他都說沒有我是要讓他知道 他現在換一線 對 然後就是連這種小行為 我就覺得不要 妳可以口頭上跟他說他都知道了 後來就是又生了第二胎 然後就是妳知道會 比較累一點 後來沒想到又生了第三天 第三胎不是第三天 又生了第三胎 然後就更累 然後又要工作 然後姐姐 老大跟老兒也長大了 所以他們會開始吵架 然後老三出來 因為被姐姐訓練之後 那口式也非常淋漓 像媽媽 跟我 好 我下班一回到她以前只有第一胎的時候 我說Hello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天使衝過來抱住我 我就講個故事給她聽 她就立刻睡 現在一會兒她就說 媽媽媽媽媽姐打我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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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走開妳 我很累 對 然後我就除了想要愛他們 抱他們之外 就是那個無名火會上來 然後我就會變成會說 好了 一個一個開始輪流講 妳先講 妳們兩個安靜 什麼什麼的 然後 就開始會出現 語氣比較高亢的那種聲音 然後有的時候 比如說他們該去睡覺 該去寫功課 然後都還不去 因為我老公是家裡 那種比較有威嚴的人 我老公只要說去寫功課 他們就會立刻殺去房間寫功課 可是我的話 我就會說去寫功課 他們就不寫 我說快一點 他們還是不寫 就會說媽媽啊 我們明天可以去哪裡玩啊 賴皮 然後我就會說 許新聞 然後他就會非常輕鬆的說 妳幹嘛那麼兇啊 欸 妳好像喔 是不是 有沒有像 有沒有小S的感覺 我覺得我完全就是報應 完全就是報應 然後我就說 媽媽也不知道兇 只是你們就該去寫功課了 就是我大火也沒有用 然後就是 最後發現既然大火對我沒用 然後我本身也不是愛大火的人 那就還是回歸到 用愛的教育好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只要又態度變得很軟的說 是不是該寫啦 你們這樣早寫完 可以早一點睡覺 媽媽也許還可以講個故事 他們反而動作會變得比較快 欸 然後有的時候 我是自己在不知覺的情況下 可能真的在處理什麼事情 很忙很忙 女兒叫我 然後我其實沒有要兇她 但是我的一句話會說 幹嘛啦有話快講 然後我女兒突然會不回答 我想說怎麼了 她就說 媽媽妳剛才好不耐煩喔 然後我就說喔 對不起 所以我後來發現 除了妳要自己去感受 妳的態度 兇跟不兇的時候 小孩去做事情的那個 那個 節奏 會因為妳罵她跟兇她 她真的會去做嗎 還是說妳好好跟她講說 妳早點做完 也許我們可以好好的講個故事 哪一個效果會比較好 或者是妳自己有時候 在不自覺的時候 對小孩也許不是大吼 可是很不耐煩的時候 小孩聽出來了 那個時候妳是不是要跟小孩 說聲抱歉 我覺得說抱歉 在我們的親子關係當中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樣子 對我來說 不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